你把那些什么证件什么的拿好呀 拿证件干嘛 拿证件干嘛 你上次你不是很理直气壮的吗 你忘记了吗 我说上次我说你说你怀孕了 然后我说你怀孕就怀孕了 然后呢是吧 你说你要生下来要留在我们家 我说我对这个事情呢 我有点疑惑 我希望你就说拿出证据为我解答 我是不是说过这个事 我说如果真的确定 是我亲身的 那我可以跟你复婚 以后呢我什么事我都听你的 是不是 你说要钱我就给钱 你说要我干嘛我就干嘛 你说让我做你做嘛 我就做你做嘛 是不是 我是不是说过这句话 我说我什么事我都听你的 我也不会说是吧 去小型公司上班了 我也不会说干嘛了 但是我说 如果说不是我的 我只有一条 你立马搬出我们家 不用 那时候呢就什么说呢 为时已晚知道吧 怎么不用啊 你去做那个鉴定 有那个DNA鉴定 早期的 就是做做个那个什么 反正也是一个 也可以做的 我上次呢 我都去咨询过了什么的 反正呢 只要你跟我去就行了 知道没有啊 我们再去做个这个DNA鉴定 对不对 你不要在这里推上主事吧 你也不要找理由找借口 如果是以后的话 这个家就是你当家做主 你掌管这个家里面的财政大权啊 什么事都是由你一个人说了算 我呢 以后我就是个傀儡 我就是个是吧 听话的 那个乖的 好吧 如果不是 那你就立马收拾东西 不要跟我提借口的要求了 因为是你不对在先 对不对 我怎么不对在先呢 你先念的吗 结果出来了吗 就是我不对在先 我现在是 你有什么名义 你有什么证据证明 不是你的 那你有什么证据证明是我的 那你有什么证据证明不是你的 我没有证据 那我也没有证据 那不得了 那现在是不是要去做呢 找证据 既然都没有证据 那就别做了呀 这个东西 凭什么你没有证据 我这样配合你去做 你还是怎么做 找证据找证据 凭什么从我身上找啊 那从哪儿想找 找我身上找 我不累吗 本来我还在运务够累的了 你又给我添加麻烦是不是 我什么叫给你添麻烦吗 不是啊 我们是要弄清楚这个事情的 是把前因后果 这个来龙去脉 懂不懂 我们要追求一个水落石出 懂吧 懂懂 我们要把这个事情弄得明明白白 我们呢 也不要冤枉一个好人 也不要犯过一个坏人 懂不懂啊 这个事情 太多了吧 你坦白从宽 看去从严 我跟你说 我就不跟你去了 那又不是你也行逼供吗 去打成招呀 哎呀 他谁就是看过来 还学会用成语了 你不也是会吗 行了 好吧 我呢 是抱有是吧 非常大的诚意 跟你在商议这个事情 你这个叫有诚意 希望你翻了是吧 这个态度呢 不要那么恶劣 懂不懂啊 没有恶劣啊 我说是事实啊 事实是吧 那你说去不去吧 做个这个鉴定 怎么不去 为什么不去 怎么又不去 哪里不想去 嗯 你是逃避吧 你是心里面害怕吧 啊 随便怎么说的好吧 你黑的色白的都可以 反正呢 我是坚决不去的 那你要怎么你才肯去 给我十万块钱回去 哎呦 多少 十万 十万啊 我叫你去做 第一 这个呢 有关于我的声誉 我的名誉 知道没有啊 有关于我的人格问题 这个东西 知道不 你不在乎呢 我在乎 而且这是你第二次 做这种愚蠢的事情 知道没有 儿子的时候 你做过 啊 背着我做过 结果是 你也没给我 任何的态度 知道吗 没有给我任何的交代 也没有给我 任何的补偿 是吧 现在这个 我告诉你啊 你连前面那次的 那是什么补偿 还有这一次的补偿 通通给我弥补过来 我就带你去 那这个等结果出来 以后才能给啊 你可以放押金啊 啊 放押金 你买东西是吧 或者租房的 你这些都有押金的 平时不到我这什么都没有啊 你说我这个疑人呀 我不去 没有 我跟你 我跟你讲 见不到钱啊 见不到押金 我哪都不去 意思就是说 不敢配合咯 对 这个事情啦 以后不是 你就载着我去啊 我说这个事情弄清楚 对你对我都是有好处 知道没有 反正呢 是吧 你的人格 你的名声名誉都不重要 是不是 你十万不然免贪 你考虑一下吧 我等你消息